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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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貴賓、各位路師 很抱歉 大家都知道有一句北京的叫笨鳥先飛 在座很多農民朋友 包括農業界的 有這些農業、很多幹部 都知道 我不是農家主帝 我是漏工的主帝 但是今天來這個地方 和各位論鳥先飛 是要提供很多漏洞 大家來幫我們追蹤 我們看過有什麼漏洞 我們可以報的部分 我今天要報告就是有些新的思維 就是我剛才跟各位說過 我們今天所要發展的農業 有什麼新的部分 包括我們很多在座都很多年輕人 是不是可以提供給我們 你們以前的新的官僚 新的技術要建立 我們市政府可以提供 合作的空間 其實對於發展到農業 有一個很好的發展的方向 所以我今天就用這個方向 來跟各位來做一個介紹 還有做一個報告 這是前沿的部分 看起來好像在上課 我相信我們這樣聽到都會睡覺 我不要這樣看 我們先來看說 現主席 我們高雄市的農業 會發展的解放 這農業發展的解放 我們的工地面積 總共差不多是賣5萬公平 但是你如果看到農務的總產值 你會覺得說 跟很多製造業 跟很多工業 跟很多服務業 跟目的業 其實我們是太少的 比如說我們有定期 登記有案的農業人口數 跟農戶數加起來其實並不多 你看看總共只有24萬 那農戶數只有6萬多 事實上如果我除了一下 整個的農戶總產值 如果我們用農業人口數來看的話 每年只有8萬的農業產值 那如果用戶數的話 每一年大概只有32萬 這跟很多在外面的服務業 在百會公司服務的人 或是在外面做行李 甚至是在推銷保險 比起來差很多 為什麼會這麼多 就是因為我們台灣以前 都在以農的部分 農業要去支持工業 當然民國六十年七十年左右 工業開始大農 起伏需要工人的時候 很多農業的林口 就慢慢讓他們 從農村救出來 然後到工廠裡面上班 救出去這些人 從年輕人拼到老 也不可能回歸 我們的農業生產的規模 所以事實上 目前可以了解到 我們現在農業產值 不管是農的木的 產值其實都偏低 當然有一部分比較偏高 就是漁業的部分會比較偏高 但是真正以土地為主 來做這樣的農木生產的 其實它不太高 相對於我們的臨近國家 譬如說日本 相對於歐洲 他們的農民的生產的產值 其實都不夠 也就是說我們當時呢 在處理有關農跟工 這樣子的人口上面的平和 其實是需要檢討的 在我們高雄市政府 我們的檢討 以前的進行 是要看未來 有什麼更好的方向 的發展 我們可以繼續 來到三天 這就是我們主要 要向各位所介紹的部分 就是我剛才跟各位說的 我們用這個高雄市場來看的 你會看到高雄市場 由高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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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高雄市場 由高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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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高雄市場 從高雄市場 由高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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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高雄市場 instrumental 要打入日本市场 打入国际市场 又没有像以前那样的盛况 那其实呢 这都提供我们另外一个想法 不一定我们是要恢复往日的盛况 我们有没有找出另外的契机来发展 比如说我们在国内市场的生产上面 或者是国际市场的竞争上面 有没有可以发展的一个方向 这都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 或一起来探讨的 各位看到说 我们这里有全国第一的部分 再来就是刚才有给各位说 我们这里的这个序幕的进行 包括两只脚的四只脚的都可以看到 这些的产值呢 其实跟很多大的国家比起来呢 其实都相对不是太高了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碰到有天灾 或者是说很多气候变迁的时候呢 我们的蔬菜水果就好像是菜土菜金 削的时候哪有土有人要炸 整个时候哪有黄金人又买不去 这样对着很多農業的生产来说呢 属于上它的方向会比较大 所以造成说我们农牧的产值呢 不够平均 不是平均的发展 不像说工厂 你固定领25k 你固定领40k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的挑战 各位有看到 我们有很多台湾的農産品呢 有时候也有进口的压力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主席台湾跟东南亚来说 跟国外尤其是中国大陆 很多我们的農民朋友 有时候也是利用对方 比较熟的土地 还是说比较大的市场 把我们很多農産的生产技术拿去对方 譬如说我们同样 有在做练物 结果那个地方做的练物 都比较大 还比较熟 在这里可以打进去中国的市场 所以说我们这些行专 很好价格的这个练物 没办法在中国大陆上面 取得一些商业的生机 其实这些呢 我们都有注意到 我们要怎么处理 所以我们其实统计出来 有发现到说 我们在区域农业竞争方面 第一个还是小农经济的规模 所以没有办法大规模的开发 可以降低它的单价 那这个跟很多制造业 制造业是24小时的工厂机器 在那个地方一直滚大 不像我们农业农业农业 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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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天气 或是更热或是更干 水更多或是水更少 丁丁这些部分的都很难控制 所以我们看到说 我们有遇到一些区域农业产业竞争 目前我们产业竞争 当然最大的压力的来源 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那当然我们还有人力外移 我刚才跟各位说过 我们的农业生产的规模 现在在台湾其实不太高 那在高雄的部分呢 我们的农业人力是不是有老化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农业局呢 他也推出怎么样让我们的农二代 可以愿意回来 更做他爸爸妈妈 或是更做他家族里面的这个土地 甚至呢可以改做其他的农业的发展 那这些呢都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叫他回来呢 你不能用亲情的召唤说 老爸老妈需要你奉样 所以你必须要回来 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告诉他说用你年轻人的智慧 你怎么样发展 你能不能透过网路的方式 你能不能透过跟我们很多 这个大学院校 新的这个生物科技的方式 互相结合 把自己的产值能够提高 那这个呢就要依赖 我们农二代的朋友 我也跟各位报告 我们在过去呢 已经有看到很多契机 就是说 现在在高雄市的农业人口呢 去年的下半年已经比去年的上半年多将近四千人回来 那这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在外面我们失业的人太多 那如果回到我们的农村的时候呢 就是多一个多一双筷子 多一张嘴吃饭很容易 另外一个比较乐观的方向 就是说很多朋友 他会觉得农业发展也许有新的方向 你可以看到 你每天要去的这个统一超商 或者是全家莱尔库便利商店 哪一样东西 除了外观的这个包装以外 不是从农民所生产的出来 甚至有卖生鲜水果 有卖这个便当等等这些 那如果这些是一个在统一超商 卖的单价价值那么高的时候 为什么他这些单价价值的生产 没有办法回归到 是我们农民自己本身的收益所得 所以这中间的锻炼 我们需要去把它找出来 再来就是气候变迁 气候变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是太阳 太阳 好太多 好太久 或是说 像是莫拉克灾区的部分 让我们这个莫拉克 在高平溪上游跟中游 很多农业是随之而重创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变迁的方式 我跟这个农油种苗的陈董事长 有交换过意见 他们说他们在处理气候变迁 很多种子 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譬如说它是不是种子的外膜 需要厚一点 可以忍耐高温 可以忍耐这个比较汗 耐汗这样的方式 其实这也是属于生计的一种范围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知识 没有这样的讯息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食物经验的话 抗抗我做 勿勿做 最后就是没办法 拿到生产的一些收益 对農業来说是一个负面的发展 那就是文化生活的迷思 什么叫文化生活的迷思 最简单讲 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 做农就是煮丁要散吃 做农就是带母帽 做农就是贪无钱 但是现实时 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向 慢慢来改农 我想大家都有在看母帽 有在看电视 我们都知道 现实时台湾最夯的就是科技业 大家都想要用HTC 大家都想要去郭台铭的富士康 还是说要去科技大厂服务 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爆肝的生活 你需要一天十几点辛苦 在那时间吃 在你的工程里面 这样才有可能是40k或者是50k 在在做农的生活的时候 在早上晚上 或者是看到很多不同的气候发展 过的是很清新健康的生活 这个不是用新台币可以来核算的 所以这种文化上面的迷思 其实是有带我们很多各界的朋友 一起来把它改换过来 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有朋友 等一下有农业达人 他会来介绍他怎么样制酒 等一下会有农业达人 来告诉我们他的荔枝 现在怎么样重新改包装 或有其他人告诉我们说 我在网路上可以推销 那个大树的一日旅游 我结合观光旅游 慢慢这些扩散出去的 一个农业价值就会出来 那如果我们未来可以结合 更多的产业界 或者是官或者是学界 跟我们帮忙的话 我们可以克服小农经济里面 所产生的只有小的收益 而没有办法扩展到整个农业生产 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不知道这样说的 会想快还是想慢 刚才好 用国语还是用台语 国语 好 我用国语好了 好 那现在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这张组打出来 有点像是我们农业局的这个广告 这有点置入性行销 但是我念过去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们很多农会的朋友 大概都有理解到 我们现在刚刚跟各位讲的 我们提出了那么多的挑战 他提出那么多的困难 那现在农业局可以做什么 农业局呢 这个里面的工作人跟公务人不多 跟各位 那个二三十万的农业大军比起来不多 但是我们可以提供的是行政上面 管理上面 国际竞争 国内竞争上面 市场行销上面的一个协助 我们提出了就是说 我们要因应刚刚所看到这困难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好的生产履历制度 我们可以把我们农产品告诉人家说 你们是在高雄行善的 我是高雄首选 无论你是农业 还是米 还是续产品 像我们有打赏高雄首选 我们就不怕消费者给我们很大的挑战跟质疑 我们就可以外销到 甚至可以提高它的产值 所以在农业的这个履历制度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 刚刚所推销的这个部分 就是跟各位提 我们必须要有创新的概念 我们现在觉得说 因为农业的行善 必须贪钱 所以我是不是 越行善越热的 这样大量来行销 才能贪钱 我想这个管理 慢慢来再改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现主席高雄市 和我们很多其他的单位 有刷出有机农产的事情 有机农产品呢 其实是不贵 你如果跟普通的传统市場比起来 有的时候呢 一颗木瓜要卖到一百块 可是为什么它有市场 因为很多人知道 买这个木瓜它吃的会安心 它觉得没有其他的农药的残余 那这样的制度 为什么只有靠单一的农家愿意这样做 其他大部分的农家不愿意这样做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透过比较好的生产的认证 或是生产履历制度 我们现在好的生产履历制度 会像刚刚大家所知道 一般所知道的吉原府 可是我们有没有还有更好的生产履历制度 来告诉我们的水果的这些达人 告诉他说 你若翻石流 你要买好价格 你要买去加拿大 让人说这个翻石流较好价 可以比百个园市生产更好 一公斤多十块 一公斤多二十块 那我们就要用头去收 那如果打一个标签上去 说这是高雄首选 那里面还有签名 像我们有一个我妈的标章在上面 有更高的价格吗 如果可以这样 就是在那边发展的方向 这样我们就需要跟我们的农民朋友说 你若要生产的时候 你就要按照我们说的 从土壤 从水质 从种子 从很多生产技术方面 你告诉人家 我都可以追溯回去 万一消费者买到这样的产品 他如果有任何消费上的疑虑的时候 他都可以追溯回来 那这些制度呢 也可以慢慢拓展到别的地方去 我跟各位报告 我们今年六月呢 要召开了这个世界列酒大赛 跟很多全台的重要酒商 他们愿意帮忙我们的农村酒庄 把这些酒推销到国内或甚至国外去 可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 如果你要跟欧美这些非常有名的大酒商 来比较的话 你有一件事情你要告诉他 你的生产原料是安全的 你的农药残毒是安全的 你用的包装是安全的 你要到时候检测出来有树化剂 到时候检测出来有环境荷尔蒙 到时候检测出来有很多不同的小动物在里面 那这样子我们就破功 所以事实上各位可以看到 农业生产的契机是在于 你自己能不能做好自己的管理 你的田间管理是不是做得很好 你的田间管理做得很好的时候 我可以引进很多观光客说 你来看我们的枸杖 你看这棵枸杖 看得这么漂亮 水垢这么漂亮 不然你这么贵 因为我们没有用其他的发行的浪漪 你可以看到在旁边那里 也有很多不同的小的微小的生态环境 有草有小虫有小昆虫 标识这就是健康的 用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概念慢慢的 你吃的健康 那别人吃的当然也健康 我也像说有很多如果是台北下来的朋友 他会知道我们常常听到的谣言 说很多的农民 他们自己不敢吃的 很漂亮很好的水垢 还没来台北给你们吃的 不是他们家的人 那我想这样的迷思呢 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 只会让农业生产 或是农业的生产履历制度负面的发展 所以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 就需要很多人帮忙 第一件 我们要很多人帮忙的时候 技术在哪里 谁来帮我们贴标签 我知道最近我们生产这个 番石流送到国外去 有个农会总监是在抱怨 因为没有很好的一个贴标签的机器 所以用手一打一打一打 那这个不行啊 第一次可以这样做 第二次我们就要学习 哪个地方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整个货柜输出去 而不是只有一箱两箱 用宅集片送到某某人的手上 我想呢 这样子的一个小农生产制度 我们必须要能够结合 有没有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 所以这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 包括我们古校长提到 在我们屏东科技一直在推销 有六产的概念 这样的概念呢 不是一步一步做 而是你有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就要一步到位把它做好 我想这个才是我们发展的契机 这个可能我们古校长才能够说 我看博工A乘B乘C 我看博工A乘B次方跟C次方 我看博工我看博工 我看博工 我看博工 但是我想基本上我把它口语化 应该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你有没有心 如果你有心想要留在农业里面 不是为了回来孝顺爸爸妈妈 不是来喇喇的就要来走 最后是再来做服务业 还是要做其他的三业 你如果有心的时候 你就会找到方法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的农业青年军呢 有这样子的能耐 那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要把农业 要结合制造业里面 它的制造品质是一致的 然后再来就是结合服务业 我刚才给各位说 那年主持不是说 你做餐就好 你做餐以外 你把生产业的水果 打包包装漂亮一点点 然后可以盖更好的一点点的价钱 或者是你说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让人家很动容很感动 一颗水果也许没什么 可是一颗水果后面的故事 它会衍生成很多不同的价值 那这个就是服务业 服务业需要有很多创新的概念 我们的服务业如果是跟文创产业一起来结合 那会更好 所以这样的概念呢 慢慢的应该可以走到 我们的农业生产大军里面 也就是所谓的跨领域的这个部分 当然这要有不一样 会有很多的双方 再一次就要各位说 高雄市政府呢 对未来的農業生产非常有信心 是怎么说 因为原来官市和平静前 高雄市没有農業 但是高雄我们的農業非常好 尤其他们生产的部分 大部分是高附加价值的水果 可是高附加价值的水果 也有它的季节性 你不可能一天 一天三百六十五天 一天都可以吃到奶鸡 但是我如果是不一样的奶鸡 我可以变成一个浴荷包的水果酒 或者是我可把它冷冻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 做鸡的冰也好 还是做其他的香肠也好 可以让一天三百六十五天 都可以吃到浴荷包生产 的相关的农产品 这就是我们可以确保 农业生产收入稳定的来源 或者是说 我们可以跟服务业的达人 我们都知道 现在高雄有一个面包的大师 是世界面包冠军 就是吴宝春 吴宝春 他是我们病毒的孩子 他现在在高雄市 不胖不胖不胖 高雄市政府都会动作伴手禮 因为我们觉得很骄傲 他所做出来的面包 里面都是有我们高雄农民的很多 我们的农产品 不管是浴荷包也好 或是其他的农产品 他把它加进去 我想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如果我们未来可以结合 让我们所有的农业生产 有制造业的一贯的水准 还有我们有服务业那种以人为本 那要让我们消费者 让他知道 你吃了我所行善的水准 吃了我所行善的水准酒 吃了我所行善的水准 才会面包 是一个非常值得 因为他不是只有土地的感情 他又是结合现代的科技 我相信有这种方式 有这种方向 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目标 但是我刚才也跟各位说话 那所有这种行善的过程当中 食物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两天的论坛里面 除了请我们很高端科技的这些教授 来告诉我们 他们对于产业知识上面 新的创新概念以外 我们有请到很多达人 他用他一生的生命 在创造水果的最高价值 创造农产品最高价值的时候 他的食物经验值得我们参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许花了三年的时间 来做很多不同的失败 他的失败可以提供给我们经验 因为我们不会再重蹈失败这条路 所以我想呢 未来如果有机会 可以互相沟通 把你的食物经验 把你的产业知识 把你对服务业 把你对高雄的发展 还有最重要 我们对人的感情 我们对土地的感情 把它结合进去 就会创造农业的另外的春天 以上是我很简单的介绍 希望各位能够笑纳 谢谢 多谢各位 谢谢 谢谢 不知道 对不起 天 谢谢 Saya 对不起 además